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泰是个有名的大孝子 他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境贫寒 但是他却从没有嫌弃过这个贫穷的家 而是对母亲精心的侍奉 为母亲洗脚 吹背 擀蚊子 烧火炕 为了养活母亲 他在颗粒无收的灾年到处打工 砍柴维持着生活 有一天 朱泰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 并被老虎擒住腿 这个时候 朱泰是怎么逃生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朱泰虎残 宋朝的时候 有个人叫朱泰是一个大孝子 他从小就没有了父亲 跟母亲相依为命 家境非常贫寒 可朱泰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嫌弃母亲和这个家 相反 他对母亲非常的孝顺 把这个家也照顾得井井有条 朱泰每天都早早地起床 把院子打扫干净 然后去挑水 水井离他家很远 冬天天冷路滑 特别是在下过雪的日子里 他挑着水经常会滑倒 把桶里的水洒在路上 有时还会弄湿自己的衣服 所以 当他再次返回水井重新挑一袋回家时 身上的衣服已经冻得硬邦邦了 夏天时天热蚊子多 家里穷买不起蚊帐 所以每个晚上 朱泰先把母亲请到外面乘凉 自己则脱掉衣服在房里躺下 让蚊子来盯自己 等蚊子吃饱了 他才穿上衣服 让母亲回来睡觉 这样蚊子就不会再盯母亲了 朱泰白天要去田间干活 她怕母亲在家寂寞 就用小车推着母亲和她一块去田里 她给母亲准备好一个小凳子 让她坐在树荫下 旁边放着水和干粮 地里干活的人多 母亲就可以和她们聊聊天 母亲有时看朱泰累得满头大汗 就想帮她干活 但朱泰从来都不让她干 有一年闹了汗灾 庄稼颗粒无收 朱泰家里本来就不富裕 眼看家里就没有吃的了 朱泰很着急 她怕饿着母亲 更怕母亲生病 于是她就到有钱人家去做工 做工很辛苦 可朱泰不怕 只要能养好母亲 她什么苦都能吃 她干了一段时间后 不料想那个家里出了事情 把她辞退了 她到处找活干 后来发现集市上有人卖干柴 就得到了启发 她想 她也可以上山砍柴 然后拿来买钱 这样就能给母亲买东西吃了 于是第二天起 她就开始上山砍柴了 山很远 她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才能到那里 从上山砍了柴后 她就跳到集市上去卖 卖了钱 再买一些食物 供养母亲 为了多卖些钱 她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去砍柴了 一天 鸡叫第一遍的时候 猪太就上山打柴了 天稍亮 她停下来休息 正在这时 忽然来了一只老虎 一下子擒出了猪太 拖着就走 猪太吓得神志模糊了 任老虎闲着走了一百多步路 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一醒过来 她就用尽最大的力气吼道 老虎 你作恶定要吃我 我不怕你吃我 可是 我还有老母亲需要伺候 如果你今天把我吃了 那我老母亲可就没了依靠了 说也奇怪 猪太讲完这句话 老虎竟停住了 然后轻轻丢下猪太 便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猪太忍着痛 爬着回到家 乡林也都感到很奇怪 并把它称作猪虎蚕 孝顺是一种天地间的正气 有了这股正气 就是神明也会肃然其境 何况老虎呢 笑到故事里 还有不少这类 连虎类也低头扶手的故事 如食肤败虎 阳香恶虎等等 真是让人吃惊 并且感动呀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猪太真是个大孝子啊 当很多统龄的小朋友们 还在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 猪太已经帮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当她被老虎擒住的时候 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家里的母亲再也没有人照顾 这样感天动地的赤子情怀 连老虎都为之动容 不由地放了她 猪太的行为感动了老虎 也感动了我们 人生在世 最亲的人 莫过于我们的父母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 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 等到她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同样的关系和温暖 对待他们哦 那样才算是孝顺的好孩子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